苹果遭意大利反垄断调查 涉嫌滥用应用市场主导地位 意大利反垄断机构AXM周四宣布 他们已对美国Apple公司在应用市场上涉嫌滥用其支配地位的行为展开调查 这是苹果公司在意大利遭到反垄断机构调查的第三次 AXM指控其违反消费者权益 苹果公司被指责对第三方应用开发者施加比对自己更严格的隐私政策 因此被认为是滥用市场主导地位的行为之一 AXM也指出外部应用城市开发商处于不利地位 就苹果提供的数据质量而言 苹果公司在过去已经多次因违反反垄断法而被意大利反垄断机构罚款 2020年11月 苹果因广告宣传iPhone手机具有防水性能 但并未说明需在特定条件下才具有该性能 被罚款1000万欧元 2021年11月 苹果再次被罚款1000万欧元 原因是该公司违反意大利消费者法 没有给予用户选择是否将个人数据用于商业目的 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由于苹果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都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因此其涉嫌滥用市场主导地位的行为 受到了全球各地反垄断机构的关注 意大利反垄断机构此次展开调查 相信将对苹果公司在应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产生重大影响 意大利反垄断机构开展调查 苹果公司是全球知名的科技公司之一 其在全球市场上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然而 由于其市场主导地位 苹果公司的一些行为受到了反垄断机构的关注 近几年来 苹果公司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其业务 并在多个领域保持市场领先地位 然而 其所处的市场环境也越来越复杂和具有竞争性 这使得苹果公司在保持领先地位的同时 也需要面对越来越多的挑战 其中一个挑战就是反垄断机构对其行为的监管 苹果公司在应用市场的支配地位俨然已成事实 但反垄断机构担心 这种支配地位可能会导致苹果公司对其他应用开发者实行不公平的竞争策略 从而破坏市场的公平和竞争性 因此 意大利反垄断机构展开调查 试图了解苹果公司是否在应用市场上存在不当行为 这也是反垄断机构多年来对苹果公司发起调查和罚款的一部分原因 苹果公司在应对反垄断调查方面需要非常谨慎和理性 并采取积极措施 以确保其业务的健康发展和市场地位的稳定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